要面對這部電影超過二十年的一部作品 小時候有些想法 很想嘗試做一些實驗性的東西 做了一部這樣的電影出來 但經過了二十年 其實我覺得 我今天也有很大的勇氣 究竟我看不看好 因為真的好像要很赤裸 去看小時候做的一些 我現在看可能很好 我不可以叫幼稚 但已經想法不同了 但其實這部作品 Jonathan都不停不停問我 你能否找到一個Copy 我很想再播給大家看 其實我真的因為一次 和我管Office的時候不見了 都很慶幸你 真的很用心 很奇遇地找回它出來 令到這部作品 翌日還有機會可以 給我愛珍惜 或者給其他觀眾 嘗試去欣賞 那都很 真的很欣賞這個問題 你在這部當日 又很幫我們 很幫我們把這部戲 給更多人去認識 去放贏 因為在二十多年前 其實香港能夠有資金 去拍短片已經不容易 還要可以有場地 或者有機會放映 其實真的很多東西 和Terry 這麼多年來很用心 去培約 去支助一班 一些年輕的導演 令他們有一個平台 可以給更多觀眾 去看到他們的作品之餘 可以聽到觀眾 對他們作品的反應 那這件事 我覺得很難人可貴 很感激 很感激 2004年就是第一次在那裏 電影直播 之前我記得都是 都在影響自由 一個月放映 然後2005年 相隔到現在 2005年到現在 再看一番 我很殘忍 我覺得你對他 我覺得我自己很殘忍 因為好像逼你去 再看十八年前的 其實有一個感受的 其實 不可以那麼殘忍 其實是一個 真的給我一個機會 如果我自己 我肯定不會再在家裡 內部作品出來 如果我自己有Copy 都不會再拿出來看 即 我一下子未必衝破 但是我反而覺得 今次有一個機會 讓我自己去面對以前的作品 那這個是我覺得 我要學習 或者我要經歷的一個階段 那這件事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 令我看回的時候 令我 一種很好的機會 令我回想很多畫面 其實裏面很多東西 我都很模糊的了 其實當日創作 因為我看完一關梵谷的作品 然後見到她和她弟弟提到我的書信 那他們兩個之間的書信 不停在纏繞對方 但其實又互相支持 對方正在做這件事 尤其是凡谷她在她自己畫畫的生涯裡面 她那種無助 或者她生前 死生前的 那種種的面具 困局 她沒有人可以輸懷到 唯一的就是她弟弟支持她 那我透過書信裡面的內容 就拿了裡面的一些感覺 一些文字 就把它變成一個比較 藝術性的一個作品 那時候就這麼巧 藝術法院局 有一點資助的申請 拿了少少錢去拍 那時候你們在哪裡拍這件事 很有趣的事 外景其實就是藍身圍 但其實室內 其實呢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 那間屋呢 就是曾志偉 曾國祥灣時去過 曾志偉 有一間在清水灣的別墅 就要準備裝修 但就還未裝修得住 那段時間就有一個多兩個月 那我就每天就走到那間別墅裡面 將裡面打得融融爛爛 又搬一些爛木啊 搬一些晶片去 將間外表外面看出來是一間別墅 裡面呢 就被我弄得融融爛爛 又掛了水牛在那裡滴水啊 又水浸啊 那接著又經常放煙啊 你見到一個火爐啊 那其實我很害怕的 我每一天都在我自己一個在那裡 有時候有個美術有過 他有個搭一搭一搭 其實很害怕旁邊的屋 會以為我想做什麼的 因為旁邊全部都是兩三層的別墅屋 有錢人 有個經常穿著背心短褲 踢拖的人在那裡 不停撿一些垃圾回來 都在那間屋裡面 那時候我想回都很有趣 但有這麼輕幸的 有這樣的位置給我 可以配合到 藍身圍那些木屋 因為藍身圍那些木屋 其實都很不適宜拍攝的 裡面不可以放燈光的東西啊 器材 因為裡面的木屋都損毀得很嚴重 而且大家要明白這部電影 20年前很多不是CG來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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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現在是CG 最後見到幾個女主角的畫面 我簡直滑眼了 不過當日這個鏡頭是有少少 攝影師的機器上高出錯了 即是當時拍不適 拍完回去才知道原來沒有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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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我也順利用一個用來最保護版本的 因為其實 其實 都 即是 吵起了一段時間 不過幸好有一個都是 即是 即是 他本身是關開之前的電影節 即是 即是 他有做很多 即是 他有很多器材 幫手拿到真的轉回成一個的穴道版本 即是我想那個過程 即是 即是 所以我今天看回我也很感受 因為 即是這個夢想 但我再看電影已經等了十八年 即是我自己 多謝你 所以我是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 也都很多謝你來 即是 即是 因為 不是一個導演是想去再看 你 其實不是第一個 我聽不敢再看回自己的作品 即是導演 有些導演 有些作品是收起來了 即是 我當然過了之後 今次最後才給你播 我不敢再拿給別人看 其實 其實這十幾年 我都不停在爭執著 是不是不會再給你播 哈哈 我覺得你的堅持是感動到我 也都令到我一個機會去面對 其實 我今天看又反而令我勾起很多 不是創作時候的狀態 反而是 因為拍電影其實是一班人 一起跟你一起做的事情 我想起很多製作的畫面 今天阿成你有空嗎 你過來幫忙開機 今天你誰有空 今天不如拍一點點 大家好像變成一種交遊的感覺 當年 拍了十天八天 因為拍了很久 因為今天想到什麼 你下班有空 不如晚點我們就拍一場戲 你一個這樣的狀態去完成 這個作品 不疑問 Kennie就是 Jama那邊的同學 女主角 Joanne 我應該沒有記載 叫Joanne 就是Dance School裡面的一個 台灣的舞蹈員 當時我也是 有這樣的構思 就開始默釋身邊的人 找了Kennie回來 跟她認識了 跟她談了 然後再找了Joanne 我其實 我記憶中 我連劇本都不是很實在地有的 我是有些影像的妙術 一些男女主角的狀態 一些心路歷情的東西 給了他們 其實好像一種實驗 舞台上高實驗性的玩法 就是有時候 我就約他們出來 這個狀態 我們在舞台上試一次 加上了Joanne 一個Dancer 她叫 我沒有記錯 是 現代舞的 她就加了很多 她的肢體動作 去 將整體的東西 大家一起去 嘗試演繹回 我們想到 當這個男主角和女主角 他們在感情狀態 精神狀態裡面的時候 怎樣去演繹 那段時間 我們都玩了很多次 就是有時間大家放學 就可能不如 那個studio 去想一些東西去玩 其實是幾 好像在讀書的時候 那種狀態 我覺得 不是搭出來的 都真的在男身圍 但我再去找 都找不回那個地方 很棒 那個地方是我們看景的時候 看到 哇 好像去了一個仙境 不相信 又會有一個 破舊了的一個小島 好像曾經在一個 一個小鎮的小島 那裡 我還記得是 我們搬了一架 山板 去到那個島的外面 就叫 Kenny 你自己搶過去 然後就擺到一架船 爬上去 我就在對面拍你 是一個 又是 這麼 這麼 小型製作 去玩的一個 一個畫面 來的 今天 那個 放映的 Experation 很搞笑 成了會議 真的 因為我想 其實已經 不能夠再 再 把它放大 所以一定要有 其實 當日我其實是 用 16米的 電影 去拍的 但是 那部機器 我記得 在學校 問人 借一些舊機 讓我可以 維持很久 我隨時 都可以 用一些舊飛籃 用舊飛籃 拍的 我記得好像 忘記了 以前讀書 用舊飛籃 就坐起來 坐起來 坐起來 就用飛籃 去拍 是的 當時的質素 也好些 但是真的 雖然好些 20年前 和現在 可能一部手機 基本好 我們當時 用的所有機器 這要解釋 就是因為 本來有一些朋友 是比較小的 我想 其實我們這次 放了19部作品 最舊有一部 應該是VHS 的導演 自己魂一句 製作 大家不知道 以前有很多 不同的制式 都有一些 特別是AKA的畢業作 有些是Super Six Screen 其實有些都是 但它做出來之後 其實都不是真的 轉成飛籃 只是滴著導板 其實那批的片 是最難在 之後我們再製作 發覺經常遇到 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就是因為 本來它已經不是 一個飛籃的完成品 就是它拍的 但是它再轉出來的時候 其實可能已經有很多 很多的東西是Lost了 我都問過導演 大家的問題是 為什麼那時候的 字幕回到下面 有多少個問題 因為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想把 那套片 是不是可以變成 比較拉大 去做一個新版本 但是因為 今次搞的時候 就是有些導演跟我說 就是特別來說 詩木三 侯桂妍 他就是說 因為他的字幕 連結都覺得 字很鬆 很蒙 看不清楚 現在保留著的 就是一個VHS 其實我試過幫他 做一個新的字幕 去遮蓋原本的字 看完之後 他就提了一件事 我又覺得 這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剛才看到 MNR日本那套 MNR日本那套 我都沒有改回他的字幕 其實就是因為 他說 因為他不接受到 就是有些東西 是那個年代的東西 那樣東西 不可以變成 好像某些零件換了 但是就變成 看出來 就不倫分類 我想我自己提醒了 就是這些作品 他在那個時間裏面 是真的那個年代的 是有很多東西 是技術上的 是那時候的限制 但是當我們真的 要再呈現的時候 就呈現當時 那個原本的樣貌 就盡力去做到一個 叫做 現在的大人博 再看回 其實我覺得這個版本 是好過那時候 我必思佈的那個版本 因為 這個也是現在的 放映技術上的 對 因為那時候 有些可能是小的帶 小的DV帶 那出來的效果 那時候還是720 其實現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當年學作 我再看回 我覺得 都 都 都 已經盡了一個 能力 將 那個年代的 作品最好的一面 嘗試 再放出來 有些真的 看完之後 不行 最後 有些我都篩走了 但我想 這個都是一個 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是一個 剛才的畫面 就是因為 我很想保留 就是當時的字幕 不是這樣 我是極有趣的 都是看回以前的 那個味道 那種菜 就好像 聽黑膠店一樣 因為我當時 剛剛在學院畢業 其實我自己的狀態都是 我們學的東西 好像這個作品 很多神性的 藝術性的東西 很多想法 但是跟大眾主義 我們見面可能 很不相似 所以這件事 又令到我自己 會更多的感受 所以 所以我就 很欣賞 或者很透 很迷 當日 梵高自己 在創作 他的畫 或者在他的藝術生涯裡面 的一種 精神狀況 或者 自我反省的狀況 所以 那時候我很喜歡 所以 就用這部作品 去 講一些梵高 給我的一些 一些信息 其實我覺得 和我現在的 創作的方法 或者 要的東西 根本 是完全 很不像的一件事 我覺得 以前的 我 或者以前這部作品 其實 我可能不太會想 觀眾的感受 我是純粹 偷過我作為創作者 我是一些想法上高 我想偷過我想到的東西 將它拼湊出來 變成一部 我覺得 有些 感覺 和 有些 形態的 作品 去給觀眾 去看 或者 可以這樣說 當時的我 可能已經 不會 可能 剛剛 已經學院畢業的自己 可能 對很多藝術 或者很多想法上的東西 很固執 其實 未必會喜歡聽別人的想法 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想法 但是 二十年後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 我需要別人吸收到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拍電影 我以前會覺得 我就是想把我的東西拍給大家看 但其實大家未必會想看 原來我覺得 電影是甚麼呢 電影其實是 是一個 可以是娛樂 可以是一個 吸收訊息 吸收訊息 吸收訊息的一個媒體 但其實它是需要溝通的 我慢慢在這二十年裡 得到更多的就是 溝通很重要 原來沒有觀眾 或者少觀眾去看的時候 你所說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 很令到你那樣東西 發達不到出去的一個機會 當你原來做一些事情 可以多些觀眾去看到的時候 其實都是跟 講一同一個message 其實我可以將 剛才你所問的 這部戲裡面所說的message 一個這樣的狀態 一個很沉迷在自己過去的一個 精神狀態 你怎樣去 願不願意去逃出這個困局 但其實去寧願 繼續這個困局去 繼續去享受那種沉溺的我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現在二十年後去做 我會用一個比較大 比較容易聽的故事的方式 就是其實 剛才我講這個故事裡面的東西 其實透露幻愛 其實幻愛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原來我們用幻愛的形式 觀眾覺得是一個挺浪漫 挺願意的故事 又有追趕性 同時間也是 其實都是講一同一個message 就是 又是沉溺著你 不願意放棄的一個 我覺得就是 二十年後的我 或者慢慢轉變的我 就是越來越 希望拍一些電影 多些人明白 喜歡 同時間也得到一個 一個 一個信息之餘 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的我 我覺得很大的轉變是 就是 小時候的我會 喜歡那種沉溺的愛 那種沒有出口的愛 那種困擱 現在的我 即是 經歷了這麼多年 原來性 那時終於是因為 未經歷過 未經歷過 人生的 很多困擱 很多波子 當我經歷過的時候 我人生夠苦的了 其實我需要 練影給大家的一種 一種熱血 一種出口 一個正能量 或者 看完 離開戲院 是一種 我覺得人生很精彩 我要好過我的人生 二十年後的我 我情願是一個 想帶出的 這個方向更多 我覺得今天我很開心的 即是我是 很感謝給機會 再看回這作品 因為 我其實都說 很多年來我經常想 在裡面有些畫面 因為有間屋 很多東西 其實是很多 很多我想起 那時候你捕捉了 流落的東西 即是 那時候 很遺憾 就是我第一屆過 很多人 在電影直播的時候 記得那時候 是在太空館 其實座位都不太多 所以其實真的 有機會再給更多 朋友看到你的作品 我是很感恩 很開心 因為今晚完成了 十幾年來的一個心願 所以 很感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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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